社区药局不只是让大家领口罩买酒精的地方 为在云林湖围的卉生大药局 结合了厂照服务打造熟灵健身空间 并搭配AI与大数据追踪的使用数据 目前已经成为当地长辈疗愈身心的据点 今天就让每日商业带你一起来一探究竟吧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是刊登在2020年6月4号 王佑竹所撰写并在未来商务产业焦点的文章 开业22年的卉生大药局于今年3月整修完工后重新营运 由日本左野建台建筑设计事务所抄刀设计 不仅外观改同外面 还增加了健康管理远居照护等合机服务 并附设针对中高龄者运动保健 为教宣导需求的乐龄健身房与乐龄学堂 一间平凡的西洋房是如何蜕变成眼前这间文青感十足 又散发科技味的药局呢 一切都要从第二代与第三代接班的廖俊吉 廖玉桥的创新改革说起 资公背景的廖俊吉从父亲手中接下家业后 因为看不惯繁琐的纸本作业 先从内部的工作方法进行改革 自行开发了全台湾第一套的药局POST系统 开启台湾药局数位化的先河 比同业早一步秀到日本保健食品商机的他 跟亲自走访日本洽商 在Fenco、VHC等品牌都还未进口台湾的年代呢 就率先在药局贩售日系保健食品和全药 然而廖俊吉真正感受到转型的迫切性 却是因为大型连锁卖场的出现 这些连锁体系带着大量进货的优势 使得原本曾是民生用品主要通路的药局 顿失价格竞争力 当时药局业者面对的压力就如同80、90年代的干妈屌 碰上7-11一样 曾前往日本攻读生物相关科系的廖玉桥 他惊讶的发现 日本的一些长照中心仿佛是老人家的星巴克 不仅布置得像咖啡馆一般舒适 而且来附近的长辈 脸上不但没有痛苦的神情 反倒充满了笑容 一反他过去对于长照全新的认知 他领悟到原来长照可以自然而然的走入生活 一点都不用悲情 而后交逢到祖母离世的变故也促使父子俩思考 作为健康产业业者 惠生是否能够为老人家做些什么 约末五年前 他们摸索出了一个大方向 强化社区药局的定位 并推出社区长照服务 因此惠生推出的乐林健身房 仿效日本医疗运动学界的权威小林宽道教授 提出的食品健身房概念 推动以首领保健与复健为目的的功能性运动 并透过AI追踪成效 让家属能够透过APP 掌握家中长辈的健康状况 其实像惠生这样的复合式药局 在海外已经不是特例了 如今日本有许多的医疗业者 都是靠跨领域整合存活下来 腰育潮透露 未来最想尝试合作领域的是 地方再造与大数据整合 虽然大数据目前还没有很明确的整合标的 但收集冰窗应用会是现阶段可先进行的前置作业 目前惠生也已经和东海大学的资管系助理教授 潘仁豪合作对接临床大数据 尽管在经营上积极拥抱科技服务 腰育潮人相信以长照服务来说 比起全通路整合专业化的线下体验才是主力 毕竟冷冰冰的数字或APP系统警报 对于不太熟悉智慧型手机的长辈来说 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心理压力 因此目前还是会由药师协助长辈判读见检数据 长辈们只需要全心投入运动 腰育潮也呼吁 在疫情后的一两年间 将是药局强化自身服务定位的关键期 业者可以趁机反思该如何发挥医疗专业和影响力 成为社区防疫的第一线防线 像是去年疫情爆发以后 会生立即加开了多堂防疫讲座 教导长辈如何戴口罩 日常保健 还有预防长辈因为资讯的不足 而陷入恐慌或悟性防疫的偏防等等情况 这样的药局连年轻人都很想要走进去 他们不为改装而改装 而是有更大的理想要为高龄人口尽一份心力 他们重视尝照整合健康、科技、教育 让老人家安心也让更多的家庭放心 好的,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大家都能够有所收获 最后想要邀请每一位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点击资讯栏连接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的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